游艇出海上头载了好多人 有人就拿出手机似乎在拍照 但仔细看看这些人脸上怎么空空的都没戴口罩 再往旁边看居然还有一部水上摩托车 只是现在还是三级警戒期间被质疑是自主解封 这画面就发生在四号的白沙湾海边 夸张景象被民众直击 海军署表示当天这艘游艇确实有申请报备 船上一共八个人从新北巴黎大洲游艇码头 一路开到白沙湾 当天登船检查 船上的人都有把口罩戴好 但出海后似乎忘了防疫规定 不只没有戴口罩准备吃罚单 根据发展观光条例 白沙湾水域其实是限制水域 只能进行游泳冲浪风浪板独木舟 等等非动力型的油气活动 对此游艇公司回应 这次出船行程是从台南安平出发 中间停靠台中港补给加油 在抵达台北进行船长水手的航行 教育训练以及海域的探勘 游艇公司表示因为船上有搭载水上摩托车 这次也进行相关测试 但经过柔性劝导之后就马上收起来 只是疫情紧绷之际 被民众看到这样的画面 确实难免让人观感不佳